2024年的北京车展来看一台真正硬上的首发新车这台第二代的IMV 那它的外观呢和第一代车型相比已经是完全不同了 现在走的是一种硬派的风格 我觉得它的外观看上去有点类似mini countryman的那种感觉 车长4605轴距2775它的尺寸并不算特别大 但是呢因为它的车身线条设计了非常的平直 所以车内空间应该来讲是比较有保障的 当然今天因为没有开放内饰的体验 这个选电呢就只能留给下一次了 官方呢给它定义叫做新智驾硬牌SV 所以它也是搭载了一些智能驾驶相关的硬件 头顶很鲜艳有一颗激光雷达 而在车身上前轮的轮煤位置和后日镜上都有一个视觉的摄像头 所以它是有环绕视觉和激光雷达的硬件的搭载 所以它可以支持到城市的无图的智驾 整台车呢依然是400伏平台 但是呢它应用了碳滑硅的电锯系统 所以能耗会进一步的来降低 不过今天有点可惜啊 内饰并没有来公开亮相 所以它内饰到底像什么样子还需要持续的关注 据说它也会搭载一个车内的冷暖箱 我觉得这台车价位应该还是会在15到18万 不到20万这样的一个区间之内 也算是这个价位当中一个比较少见的 颜值很不错的这样的纯电SUV 对了再补充一下 它的最长的纯电续航可以做到750公里 同时呢在400伏平台下充电15分钟可以续航350公里 我猜测会用到了一些更高倍率的电池 在这个价位应该来讲还是一个性价比挺不错的选项 但是还是那句话这台车它有关于电池的信息 电机的信息 内饰的信息都还没有来公布 让我们持续的来期待吧